说到鱼丸 我吃过最好吃的 是湖南一个朋友给的 他们家自己做的 纯手工打质 外表光滑细腻 吃起来鲜嫩还有一点点的韧劲 但最后了解了做法流程后 放弃了 要用淡水鱼 还要去刺 再剁泥 最后要手工摔打很久 太过于麻烦 看来美味的背后都逃不了辛苦的付出啊 快节奏的生活 能用最简单的方法和最短 做出好吃的美食 是我一直想要的 例如这个鱼丸 为了省事 改用马娇鱼 也就是厌霸鱼 多在北方作为饺子馅料 味道鲜美 又没有什么鱼刺 关键处理起来相对要容易很多 霸鱼片下鱼肉去掉不多的鱼刺 然后用刀刮下鱼肉 因为鱼肉自身比较松散 刮下来基本就是鱼绒的样子 不用再处理 鱼丸要想有口感和更鲜美的味道 那么肥肉是必不可少的 适当加点肥肉馅会更加的美味 再加料酒 葱姜水 盐 胡椒粉 淀粉 一起搅拌上进 因为是自己家里吃 卖相不必刻意追求 节省了摔打搅拌的时间 也获得了那种入口即化的软棉口感 锅里烧水 温水就开始下鱼丸 实际凉水也没问题 用手挤成形下入锅里 全都下锅后 开大火 加盐 胡椒粉调味 开锅后 炖煮五分钟 最后下入你喜欢的青菜 再开锅就做好了 本来应该做法比较耗时的一道菜 换个方法 变得更加的简单 而且味道口感一样让你惊讶不已 鲜香软糯 入口即化 舒服谈